嘿 驚喜 猜猜我們要幹什麼 我告訴你喔 Joyce 你想看嗎 哈囉 慧卿 知道你即將要回國了 我並沒有很驚喜 也沒有很意外 因為我覺得在神的時間當中 一切都是正正好的 回想起我們一起同工的日子 我覺得你是一個默默付出的人 在神的面前總是很謙卑 我希望你回到中國以後 能夠找到一個合適的教會 能夠繼續地為神擺上 求神紀念你的付出 嗨 慧卿 得知你要回國的消息之後 我相信這一定是神的帶領 希望你在回國之後 能夠一切都順利 然後找到你希望 可以服侍的教會 繼續服侍主 然後希望你也一切都平安 在相處的過程中呢 我覺得你是一個謙卑愛主的姊妹 所以希望你一切都好 耶穌愛你 哈囉 慧卿 我突然想起來說 你剛來小組的時候 其實我相信你在我們小組 其實非常的格格不入 因為我們大部分都是比較年輕一點的 然後呢 你的就是可能你的性格跟我們就是 你的性格相對來說比較古板 比較偏執 然後我們很多人其實真的是有點接受不了 但是慢慢的 然後在一起同工的過程中 發現其實你很多的性格 然後開始變得溫柔起來 然後你開始會願意去融入到我們大家裡面 而不是要求我們跟著你的步伐去變 然後相信 還記得說在我們去年 然後一起去 我們兩個一起參加 就是我原來教會的一次outing 然後在火車上面我們聊了很多 然後聊到你怎麼來 來美國 聊到你在這邊的生活是非常的 挺不容易的 然後其實也挺心疼你這個姐妹 然後我相信這次神呼召你回國 這都是他 就是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就像詩篇裡面說的 他領你到可安歇的水便 在未來的道路上面 不管你遇到什麼樣子的挫折 什麼樣子的困難都要記得說 在紐約有一批的弟兄姐妹在為你帶倒 有我們的天父在天上 也一直在看顧你 因為你在他的店中真的是有永遠的福樂 在國內能夠找到一個 就是合適你的教會 然後繼續的為他來擺上 我們我們愛你 很高興認識你這麼久 你帶我一起上會友班 也在生活上 屬林方面一直很關心照顧我 也很非常感謝你的小冰箱 然後這次你回中國呢 也是對你有一些擔心 但是相信既然都是神的引導 一切都會很順利 希望在你以後的服飾上 也能夠更好地發揮你的恩賜 一定要奔跑不放棄 各方面都要堅持哦 努力 嗨 Joyce 不知不覺論是你應該有快三年時間了 我很意外你為什麼會突然選擇回國 不過我希望不管你去哪 主一直都陪在你身邊 你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或者你做什麼決定 都有主的同在 希望你在中國一切安好 而且也希望以後我們哪一天 可以有機會相聚 嗨 Joyce 其實我們也認識很久很久了 但是我們在小組的時間也很短 也就兩三年 但也很感謝就是我們在小組相遇 真的是認識 真正的認識 然後一起分享一起禱告 雖然聽到你要回去的消息有點失落 但是又替你很開心 因為接下來的時間 我相信神的祝福滿滿 他會給你更多的祝福 在任何的事情上面 希望我們下次在國內相聚 嗨 Joyce 我是David 我是今年來到小組的嘛 然後我第一次見你的時候 其實沒有太多的印象 然後之後是 我對你的第一次印象是 因為我第一次牙痛的時候 那個長了智齒 然後你就加入我微信 然後就告訴我 哪個音樂便宜哪里便宜 你都給我推薦 但是我就覺得 哇這個人好熱情啊 就感覺小組裡的人都很熱情 然後之後慢慢的就有了聯繫 然後就多了話題 我對你印象深刻的是 你有一次說 你剪了頭髮 不敢拍照 發朋友圈 這樣 其實不用怕的 我告訴過你啊 不用怕就是 感覺表達自己嘛 怕什麼 自己都不自信的話 那誰會在乎你的對吧 然後這一次你要回國了 就是有點不捨嘛 因為我們還沒有聯繫 就是關係還沒有那麼深 就還沒有那麼好 就是不能多了解了解 小組裡 我們這麼多人對吧 然後你回去後 其實他們告訴我 你回去後 有可能要去西班牙 我就覺得 嗯這就是 上帝的一種 上帝的一種安排吧 就你突然回去 然後準備去西班牙 就很好很好啊 我覺得 然後 最後的話 我祝你能夠找到 哦 如意郎君 就是 不要擔心 肯定會有人要的啦 上帝會被 會給你預備的 嗯 嗯 如果你以後有困難啊 或者有不開心的事情 都可以跟 在群裡說嘛 大家都在的 嗯 嗯 明天 明天會不會不好 嗯 好 拜拜 嗨 我祝你 一起成長 希望你能夠 回到中國 也能夠繼續 好好的服侍神 在神的指引下 也能夠 開闢更好的方向吧 拜拜 嗨 Joseph 我是Joseph 那很感謝主啊 教你啊 給我們這樣的機會 讓我們在一起 彼此的同工 那在得知到你要 回國的時候呢 其實老實說 其實蠻意外的 那後來聽了 你自己在 學校當中的分享 以及在教會 小組當中的分享 那我相信呢 絕對有神 在你身上的帶領 我也相信 就像傳道書上所說的 凡事都有定時 那藉著在美國 你在美國這二十年的生活 與打拼 那使你認識了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那我也相信 你回國之後呢 他也必看顧 帶領你前面的腳步 那就像圣經當中 告訴我們說 神為你前面預備的 那是你心裡未曾想過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也未曾聽到的 那但願你回到中國之後呢 可以更好的來服侍主 就像你自己在這邊所領受的 那回到國內之後呢 可以更好的 教導國內的弟兄姊妹 那用自己生活的見證呢 可以帶領更多的人 能夠來信耶穌基督 那我也相信 在回國之前這一段時間呢 那我也希望你有 你有一個很好的旅途 那在美國也可以短暫的休息 回國之後呢 可以更好的為主來奔走前面的道路 最後呢 真心地祝願你回到國內之後 那可以跟自己的父母團聚 那跟自己的家人團聚 享受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光 那更重要的是 好好的來服侍主 Joyce 聽說你要回國了 覺得很突然 雖然我們相處的時間不是很多 但是在我印象裡 你一直像我們小組的大家長一樣 每次都幫我們很細心地準備東西 在我印象裡最深的和你見面的一次應該是 中秋節去年 前年的中秋節 去布魯克林大小洽小組聚會的那一次 雖然你要回國也很捨不得 但是希望你回國之後 能夠切順利 早日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 你好 Joyce 這兩個星期的話 你都沒有來小組 然後的話 上次的話 你也沒有去教會 上星期 然後都挺想你的 知道你馬上八月份就要回國了 然後的話 希望你回去一路平安 然後心想事成 越來越好 也希望你回到國內的話 如果可以的 能找到教會的話就更好 然後繼續去教會裡面服侍去學習 以後等到你以後 如果能回來美國的話 我們一起在教會 再一起去學習 一起去探討 然後一起去服侍 然後也希望你越來越好 嗨 慧卿你好 我是劉凱 對你並不是非常了解 只記得有一次我帶了一個朋友 叫Sherry過來 然後小組結束之後 我發現你就跟她關懷 問候她 就是從哪裡來的 然後去了解她 那次我就注意到 你是一個非常熱心 關心新來的姐妹的一個人 這是我對你印象非常好的一點 直到你要回國了 相信神有祂的帶領 不管你在哪裡 主都是與你同在的 我相信 主的給你的那些喜樂 給你的感動 是不分國界的 希望你回國之後 繼續服侍主 願一切都順利 Joyce 就是 剛開始聽到你回國的消息的時候 是真的蠻意外的 因為在年初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還在說 要為彼此 大家這些婚姻的事情來禱告 那還在那邊想著說 可能神會為你預備一位 和聲心意的弟兄 但是突然 就是收到說你要回國 打算回國 其實一方面很為你高興 另外一方面我覺得你真的 很有很有勇氣 因為同時身為一個人在美國 雖然說 有時候我們身邊會有弟兄姐妹 但是 真正安靜下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自己一個人 然後有時候 像過節或者怎麼樣 這種大家特別喜慶的日子的時候 其實我們自己有時候 其實還是會覺得特別的孤單 就是特別在這種節日的時候 然後可是 就是說在這個時候 如果你回國的話 其實是會有你的父母親 然後有你的家裡人陪伴 那在這種日子的話 其實真的就是一種床圓的日子 就會說對你來說 是真的一個很大的 就是很好的一方面 雖然說我們不一定會去 國內的教會去服侍 或者是去怎麼樣 但是你有你在這邊學的 這麼多年的聖經的知識 然後可以去幫助身邊的人 然後幫助家裡人 也去帶領更多的人來認識元素 因為真的是在國內的話 可能會更加難接觸到信仰的這一方面 所以希望你回去之後 也是可以常常跟我們聯繫 抱抱平安 然後跟我們分享 分享你們你在國內的一些事情 然後我相信有空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還一起 就是可以有相聚的日子 嗨,Joyce 我們認識的時間也不是很長 但是呢 看到你在我們小組為上帝擺上 來做神中心的仆人 然後我也有上你的會友課 看到你非常認真 那也願上帝今年的付出 聽說你要回中國了 然後也很捨不得 然後希望你呢 在以後的道路上 仍然有上帝的指引 因為上帝一直帶領你 向著標杆直跑 然後加油 因為你一切都順利 Hello,Joyce 雖然我們可能平時接觸沒有很多 但是聽到你要回國的消息之後 內心確實有很多的不捨得 那就是同袖相信說 不管你在哪裡 神都會在你身上 有個特別美好的計畫 那我記得我們當初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在念大學 然後是機緣巧合的情況之下 我去了晚堂參加聚會 然後你當時是在晚堂做招待長 就知道我是新朋友之後 你有很熱情過來跟我打招呼 雖然我們那天沒有聊很多 但是就很讓我感動的是 過了兩個禮拜之後 你這樣給我打電話來關心我的生活 我的學習 還有我去參加教會的情況 所以當時就是你給我印象 你是一個很熱情 還有很溫暖的姐妹 那在你回國之後 你要常常的讓我們知道 你在國內的情況 讓我們知道你一切都很好 那我們在這邊也會繼續的為你禱告 我們會很想你的冤神 繼續的祝福和帶領你 嗨 Joyce 嗨 Joyce 聽到你要回國的消息 我們還是很驚訝 在這裡 我們想跟你說幾句話 雖然和你認識的時間不是非常的長 但是每次都記得你拿著杯子做的自我介紹 都讓我印象深刻 非常的感謝一位小組還有教會所付出的努力 你的時間 你的查經 也希望你在國內 能有好的發展 一切平安順利 然後保持聯繫 我們會想你的 嗨 Joyce 我們大家小組成員 就一起策劃了一下 準備說要錄這麼一個視頻給你 那我們每個人都有話講 那我也不例外 那首先呢 我也是真心地祝福你吧 因為這麼長久 我們在一個小組 然後又經歷許多的這些小組的這些發展 然後慢慢地看到我們 從分開小組的這麼少少的十來個人發展到現在 每次聚會都可能將近二十個人 那其中當然也有很多你在小組擺上的這些努力 看到你離開 要回國 是有些不捨 那但是呢 也覺得說 我是真的覺得說 如果回國 對你有幫助的話 那我也是鼓勵你回去 因為畢竟在這邊沒有身份也是一個困擾 對於很多人想要去 在這邊實現他的美國夢也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看到你能夠堅持在美國待 大概將近 哇多少 十多年了 還是二十多年 那也是不容易 經歷這麼漫長的這些 挫折跟 這些 這些勞苦 那你在教會當中也有很多積極擺上服飾的這些方面 我相信神在你末後的日子也是會祝福你 希望你回國之後 能夠繼續在服飾上面不停 繼續的為神擺上 那 那 婚姻方面呢 也 求神能夠為你去預備一個另一棒給你 那 回到中國之後 你在沒有身份上的這樣的困擾 那也希望你在工作上面 在人事方面都能有更好的發展更大的突破 那 呃 有些不捨 但是呢 希望 希望 最終 大家都是走向一個好的這樣的一個 生活 一個 願景